天平座的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如意极强 那很久没见 无论你是上升或者是太阳的那个天平座呢 那这个农历正月 你们的那个运势是非常的好的 你们的那个人际的关系 可以更像一层楼 比如说呢 单身的话 很大的机会可以派脱 派脱的话很大的机会可以结婚 那或者是 in general就是普遍 普遍来讲 就是你和人家的那个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比如说也有那个双业合伙的那个机会哦 但是很大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 你们自己天平座 你们的那个性格 尤其是如果我们要 我们要讲性相的话 因为你们的主星金星很快就会跟在双鱼座入庙的那个海王星 有一个相合的那个现象 所以就是 你们的那个性格的那个缺点 这是怎么样呢 这是说呢 很喜欢去 拖来拖去 拖很久 也做不了决定 那这个是你们的那个致命伤 所以 进个农历的正月要小心一点 仅此而已 但是其他来讲就是那个人际关系会非常会非常的好 那 如果我就是劝大家说 如果你们的那个partner 无论是恋爱的或者是就是一些双业合作的 如果他们是性格比较急的话 比如说火象的星座 那你们真的不要拖太久 不然的话会把他们的那个火拖到没有 已经下完了 对了 所以自己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那个性格 那除此之外就非常的好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注意 还有我有一个东西要提大家 就是从今天开始 每一期最后的六个星座 那这一期最后的六个星座 就是狮子座到竹女座 到你们直到摩羯座 那在最后六个星座里面的那个video呢 我就不会讲 特别的去分析那个星图 或者是特别去讲那个星座的理论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video的程度会简短一些 对了 那最后再讲一次 我在这里祝大家数年进步